新北市市长侯友宜已经率团前往新加坡去访问了 这一回他的访问行程总计会有四天三夜 他特别呢展现出自己亲民的一面 我们来看一下啊 他今天的行程中午时分 会宣布参观一个绿色永续建筑 紧接着会到新创基地跟这个创业人士 新创人士来座谈 另外呢也会去当地看一下这个市场的改造状况 不过现在引发大家高度关注的就是 这回侯友宜到底会跟哪些这个官方人士 还有政治人物见面呢 我们的中天随行采访记者嘉宇 他有特别直集到大陆驻新加坡大使孙海燕 他进出侯友宜所下榻的香格里拉酒店 更多内容带您快来掌握 好 主要各位认识记者现在所在位置呢 是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饭店 侯友宜的访新加坡四天三夜全记录 今天来到了第二天呢 可以发现在我身后的这间呢 就是香格里拉饭店 也就是侯友宜下他的酒店呢 那为什么会选在这个酒店呢 这个酒店也是别具有意义哦 过去马席会也是在这个酒店一卧 所以这一次侯友宜选择这家饭店呢 也让大家会猜想说 这一次又会会见了谁 见了哪些人呢 虽然早上的时候是没有公开行程的 不过12点钟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就是绿色环保永续建筑的一个参访 以及在下午三点的时候呢 也会有南洋理工大学的一个学生交流 还有一个参观哦 那除了侯友宜呢 这一次在新加坡定调为国际的外交访问之外呢 也希望能够在青年学者这一块呢 进行很密切的交流哦 那回到我们现在就是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酒店 那这个饭店呢 除了别有凶大意义之外呢 我们刚刚也发现 我们就是很关心 侯友宜早上不是说要去慢跑吗 但是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他的身影 那我们也会另外去参想说 是不是在早餐会 或是在早上的时候会见哪些人呢 所以我们就在车道门口堵着 就发现刚刚有一台黑色S系列的一个轿车 非常的贵 那这台车呢 因为在车头前面呢 就去挂上这个大陆的一个国旗 那SD的一个车牌 也显示是外交官的车子哦 刚刚我发现呢 一个短头发女生高高的 然后进到车上 刚刚坐过笔柜 才发现是大陆的 驻新加坡的大使孙海燕 那这个行为呢 是不是这个人物呢 也让大家去联想说 是不是侯友宜有跟大陆的大使来做见面 但是这都只是猜测 也没有办法确定说 两个人是不是有见面 不过就刚好在这个敏感的时机点 当然香格里达饭店呢 是一个国际的酒店 所以这一次呢 如果说孙海燕真的跟侯友宜见面 就代表侯友宜真的 要在新加坡发表他的两岸论述 还有呢 是不是来当成新加坡是一个 与大陆的一个中继点 跟一个交接点呢 可能是一个沟通的管道哦 就这么的刚好 驻新加坡的大陆大使 有来到这间酒店来 那以上是我们掌握最近行 先提供给您 有任何最近消息 我们会持续的为您掌握 先上镜头 这样的关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